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斗大黄金燕,天高白玉堂,不读书万卷, 难得半贤良。 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故事,隋唐演绎。 大概您对这个书不陌生吧?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 为了您听得明白我讲得清楚,咱还得从头开始。 单说这一天,天气炎热,在通往北平府的大道上, 来仨人,一高,二挫。 这俩挫的,一个白脸,一个黑脸, 身穿着功服。 什么叫功服啊? 就是衙门口的官人穿的服装。 有一个背着行家,脚索,拨索, 手中拿着水火无情棍,携背着包袱。 天热,满脸大汗。 有一个背着沉甸甸的包袱。 手里面提着水火无情棍。 满身的尘土,满脸大汗。 单说其中这个大汗。 身高一战挂灵,绑炸三亭。 细条条的身材,面似淡金。 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 通关鼻梁方海口, 微微有点小黑乌。 二毛子是正名刷亮, 往前面一戳一战, 身前身后是白蹦的。 微风! 殆尽。 那么说这人谁啊? 我得交代清楚了。 就这大哥, 就是隋唐演绎的一号人物。 姓秦名穷,自赎宝。 秦琼, 人诵戳号叫神权太保小孟昌。 秦琼啊,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 他对那些的诚。 秦琼, 秦琼,